光劍武士他們是一群熱愛光劍的一個友好所創造的一個社團 他們閒暇之餘都是要經過武術訓練的 武術訓練跟基本上的一個套招 那還有我們的蝙蝠甲Eason Eason他本身的話也是經營的一句 我是李俊逸 我很懷疑 來 那把所有人給你報告 那麼我們從30號開始海安路封街 然後開始進行跨年 我很榮幸來協辦來主辦共同主辦 我們其中一個重頭戲 就是愛心不缺席的愛心園優會 那這個園優會我們有邀請超過兩萬人 一起來參與這個愛心捐獻的活動 所以海安除了是年輕人 那麼來這邊這個休閒 來這邊尋找他們浪漫的生活之外 那麼還有加進來愛心的一些活動 那這個愛心我們希望變成這個都市的一個特色 那在台南過去發生的一些災難 全國全世界都來幫忙 全世界各地的一些災難 我們台南也被缺席 所以我們把愛心可以變成台南的一個特色 愛心台南絕對不會缺席 這麼樣的一個精神落實在海安 我們生活上 那希望 30、31到元月1號 不跨年 之後的元旦第一天 那麼整個活動是持續在進行 那我的愛心園優會 是在31號 31號 那麼正式登場 那31號的這個登場 非常的浩大 這個政黨非常的這個堅強 那也邀請社會各界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整個愛心的元旦會 我們有邀請台南市在地 駐地在台南的全國所有的愛心社團 那麼都一起來涉探義脈 那他們在睡末的時候 能夠接收到台南市民幾萬人的這種參與 捐助這些愛心的活動 我相信可以讓他們的這個工作 他們的愛心 關心一些弱勢的資源 可以獲得一個益助 最近從內政部的一些統計 我們也發現到說 這些公益的設防在募款上是碰到一些困難 那這個困難當然跟台灣的經濟情況 有一些關聯性 那不管怎麼樣困難 我們的愛心都不應該缺席 不管怎麼樣的這個經濟的困境 我們的愛心行動都不應該停止 所以海岸跨臉 除了大家有派對 來這邊看這麼多的 包括我在內會大家這個樣子陪大家來倒數 那倒數如果很成功的話 這次弓箭可能就會落到你的手上 那這個黃總你不用笑 你也可以來跨聯 好那總歸一句話 海岸跨聯有派對是非常精彩 那除了精彩 除了好玩 除了這個所有的台南的美食 台南的這種街頭party 可以呈現給大家之外 那麼我們也因為有大家的一起參與 讓海岸除了歡樂 我們還充滿著愛心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睡魔不快 得獎謝謝 好我們謝謝我們台南市長的參選人李正爺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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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